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阿婆您好 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这个人 您认识吗 不认识 她叫刘湘晴 我是她妹妹的朋友 她妹妹让我帮她带点东西 您再看看认不认识 不认识 我知道了 好好好 谢谢 好 来 来了 记性还不错嘛 到屋里坐坐 我不是来叙旧的 你可别告诉我 你是来给我和袁老 送结婚礼金的 怎么 你们真的要复婚啊 我倒是想复婚 想了多少年了 可就在这几天 我找不到她人了 别跟我装傻了 茉莉 我来就是要问问你 我黄婉英到底什么地方 坐都对不住你了 你要这么害我 我听不懂你说什么 你指使叶丹宁伪造合同 这可是犯罪 黄婉英 红口拔牙的可不好乱讲话 法律面前要讲证据 有证据的话 你可以直接报警抓我 没有证据 说不定我还会告你诽谤 你别欺人太甚 你看看你 都当了这么多年老板娘了 怎么身上 还甩不掉做小阿姨的味道啊 出了问题 想着怎么解决问题 还来市井人家撒泡打滚那一套 也不怕人笑话 现在可是法治社会 出了问题 你要学会拿起法律武器 保护自己的权益 你要是有时间呢 我可以帮你扑扑法 邱总 我们和北京经销商的合同 月底就要到期 如果再不购买原料 工厂会在一周内停工 如果我们违约 北京经销商 就会取消跟邱氏的合作 到时候 我们公司的损失会更大 这个资金缺口 就是上面写的这么多是吗 是 好 我知道了 这笔钱我来想办法 还有别的事吗 我还是建议小范围内透露内情 可以先让业务经理 不要把款价打入公司账户 同时呢 可以联系客户 协议现金收款 或者是打入到出纳的个人账户里 不行 邱总 只是包不住货的 我说不行就不行 公司手上官司这事 一定要保命听见没有 我明白了 下去吧 你有什么抵押物吗 什么抵押物可以当天就放款 车子房子都可以的 房 我有房 房本上是你的名字吗 对 如果你结婚了 需要夫妻双方共同签字的 放心吧 我那个是婚前财产 老板 你这需要的可不是一笔小钱 我们公司是按照房屋评估价的 百分之六十给放款的 所以说 您的房子要是小户型的话 恐怕是带不了这么多 我那是别墅五百平左右 那没问题 好 冬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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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您好 邱总 他正在开会呢 我是他的助理有什么事 您跟我说吧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你手里拿的什么 我问你话呢 你手里拿的什么 房产证 拿房产证干吗 急用 什么急用啊 什么急用 让你拿房子去借高利贷啊 这事跟你没关系 可我把话说清楚 我都跟你说了 这事跟你没关系 听不懂是吗 冬阳 你是不是真的不想跟我过来 你无谋无聊啊 无聊 是啊 我是个无聊的 无聊到天天伺候你吃我伺候你喝我天天嚼劲脑汁的给你做好吃的 无聊到我拿我的热脸贴你的冷屁股 我都不知道你为什么不高兴 秋冬阳 你要是不想好好过来 你就干脆直接地告诉我 我绝对不会纠缠你 你不用天天像房贼一样的房仲 这房子跟我没关系 是他跟你妈有关系 你要拿房子做抵押 你必须告诉你妈 我的事你能不能不管 不能 你给我回来 你把话说清楚 我连分你知不知道你今天特别像一个婆父 我是婆父也是你逼的 妈 出事了 东阳要拿房子做抵押 东阳 妈 妈 我一个朋友 正好在这儿开这个小孩在公司 我过来看看她 公司的事情我知道了 陈律师跟你说了吧 他这个人就是不讲信用 你打算一个人扛多久啊 能扛几天是几天吧 妈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没用啊 干吗呀 至于的吗 多大的事啊 做生计被人算起这是正常的 男人 咱平时不惹事 但是事来了咱也不怕事 你不能拆洞墙补气箱去补这个窟窿 再说了 这不是窟窿这是陷阱 妈 那是火坑我也得跳啊 那再不然的话 那工厂就要停止运转了 我是这么讲的吗 我 我先带一笔款 让工厂正常的运转 完了之后先结一笔款子 我拿这笔款子 先付给对方一部分钱 他们都说好了 只要我先按照合同先付一笔钱 他们就立马就撤诉了 你还真信啊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袁老叶丹宁 还有茉莉他们三个人联合起来 要搞垮咱们公司 我知道妈 那我没办法了呀 那字是我签的错是我犯的 那我宁愿我拆洞墙补气墙 我也不能让你跟我爸 一辈子的心血这么白白送人了吧 这不是你的错 我也不想管到底是谁的错 你们的陈廷恩怨我也不想知道 我现在竟想保住这个公司 好 我想想办法 这房子 这房子无论如何不能抵押 放下好 什么 你有病史吗 没有 之前吃了什么吗 没有啊 就是重肠吃饭啊 谁都伸出来让我看看 有感觉发热头晕吗 那倒没有 就是老犯恶心还犯困 犯恶心犯困 结婚了吗 有孩子了吗 没有 那你去做个孕检吧 谢谢啊 你看什么呢 跟你说了多少回了 吃饭的时候别看手机 你说了多少回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真的打算一辈子 都不跟我说话了是吧 你要我说什么呀 拦着你卖房子 还是我的错了 什么叫卖房子呀 我那是去抵押你懂吗 我懂 不就是找人家借钱吗 咱俩是合法夫妻呀 你在外面借的钱 算是夫妻共同债务 你懂不懂啊 行 就算这房子跟我没关系 它是你的婚前财产 那总是你爸妈掏钱 给你买的吧 你妈有知情权吧 再说了你怎么做的生意啊 都到了要抵押房子的地步 你说完没有 没有 你都没有告诉我 为什么要抵押房子 我说这是跟你没关系 好好好 跟我没关系 那总跟你儿子有关系吧 没准是女儿呢 什么意思 自己看 早孕不中 你怀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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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高兴啊 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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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咱妈会高兴吗 我还没来得及跟她说呢 我妈以前跟我说过 她不想太早就当奶奶 到时候有个小家伙 天天奶奶奶奶奶的叫着她 把她叫老了 这样啊 东阳 你这个周末买点东西 到我们家去一趟 看看我爸 给他报个喜 让他高兴可行 你说咱妈会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 我可丑话跟你说在前头啊 男孩女孩在我这儿都是一样的 我可不是中男情女那一套 其实吧 生鬼女挺好的 女孩贴心 以后咱闺女长大了 我也能当丈娘了 我可不想当婆婆 我以前看着我妈 天天的为我哥操碎了心 我看着都累 再说了 万一我以后生个儿子 娶回来一个像我这么能作的 儿媳妇 那我可受不了 但是我从网上查过 说这个酸性体质啊 比较容易生闺女 我就是酸性体质 这酸性体质呢 爱吃甜食 爱睡懒觉 情绪化易怒 这些都是酸性体质的表现 郭菲菲 我还不想要孩子 你以为我想要吗 我也不想要啊 我还想再消敬几年呢 那不都是怪你自己吗 谁让你 那就不要了 不就是 你就是 人的与你怎么也是 什么事 什么事 你怎么是 你怎么就知道 我为什么你怎么想要 你怎么想要 很长时间临飞 那天晚上我也不是撒酒疯 我说的是实话 这么多年 我怕的是我 我心里过不去 你明白吗 是 我爸的事情是个意外 可这个意外 他最后扣手说白了 还是因为我娶了你 对不对 行 过去的事三天不提 你就说这几年 你嫁给我之后 你怎么对我妈的 你没有做好一个 儿媳妇的本分吧 工作上的事那更不说了 你帮不了我什么忙对吧 我每天在公司 我已经很累了 回到家我还得哄你 我哄了这么些年 我好累啊 吴林飞 我累了 你也自己好好想一想 你有什么调教 你就尽管提 我能满足的我都会满足 那我还应该谢谢你了 谢谢你照顾我的感受了什么 公司也没有什么可以给你分的 我们家的房产 而且这种种别墅是我的名下 对了 我那辆车是你的名字 你要是喜欢的话就开走 我结婚前给你买的那些首饰 你也都拿走 我现在看了也没有什么钱了 你要是不嫌弃 就当时我给你的补偿吧 你也会有什么 一个真大方 那我毕竟能力有限呢 那孩子呢 你自己决定吧 你要是想留 行 富岗费我出 你跟我离婚 我再给你养个孩子 我说了 这事你来决定啊 林飞 你还年轻 你要是不带着孩子的话 你肯定能找个比我更合适的男的家 那看来这事你已经想好了是吗 对 我能问为什么吗 我说得很明白了呀 林飞 你要是还爱我的话 你就放我一条生路我求你了 好不好 好 我放你一条生路 咱不过了 不想过咱就都不过了 反正我害死了你爸 我对你妈不好 我对你不好 不温柔不体贴 我武林飞没文化 没宋质没照耀没本事 我这些年对你们出家的好 都背得够了我 我对你妈不好 我这些年对你们出家的好 我说是桑的星 我是桑的星 行了吧 你说我是桑的星 我今天让你看看 谁为是桑的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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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后世子之后 跟我邱东阳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邱东阳 你骗什么 为什么呀 你骗什么 我做错什么 你这样对我 我还怀着我们的孩子呢 我告诉你 听我说 每个孩子的命运是不一样的 有的孩子他就不禁敢说声 你明白吗 闹够了吧 等你哭够了好好想一想 你还有什么条件你就尽管提出来 咱们离婚的事情还可以商量 我忙给你的父母 你也扶着我 你会扶着我 太好了 你再想想 还有什么条件都提出来 你再仔细地想一想 趁着我现在还愿意 给你讲些情分 能多提的就多提点吧 我想要的 你给不起 给不起我就先欠着 我可以给你打天条 等我能还得起的时候 我双倍还给你 秋冬阳 你是不是一直认为 我嫁到你们家 是图你们的钱啊 我没这么想过 原来是没这么想 现在想了吧 秋冬阳 你摸着你自己的良心 好好算算 我嫁给你这些年 我花了你什么钱啊 就连我在你们家公司上班 也一码是一码 我迟到矿工 你这个当老板的 没有少扣我一分钱 我不欠你们邱家的 给我记住了 无论到任何时候 你永远都欠我的 我先上去收拾东西了 你看你时间吧 什么时候办手续 你告诉我一声 好 我还想麻烦你这件事情 你怀孕的事情不要告诉我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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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静 你听我跟你讲嘛 这个事跟我没有关系 你晓得吧 就是有一天我在路上碰到你们家邱东阳 然后我跟他打了个招呼 我连电话都没有留给你 然后是她主动找的我 她说叶丹宁辞职了 公司的业务进行不下去了 让我帮忙找找叶丹宁 然后我在Q上留的那些言 都是胡说八道 她也没跟我说过 她在叶丹宁身上 犯过什么错误呀 她跟你说 她在叶丹宁身上犯过错误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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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逗她的 她原话怎么说的 你给我学一遍 不是 这都过去了多少天了 这我哪儿记得住啊 别 你看我也没用 你吃了我也没用啊 我是真的忘了 这个事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事 所以我觉得是你想多了 你想啊 这个 叶丹宁是邱东阳公司的副总 这副总一声不吭没了 这做老总的肯定着急 她不是没跟你说 不是也是怕你多想吗 你那小心眼 那都是众所周知的 她有没有跟你说 叶丹宁什么时候走啊 具体时间没有讲 应该没有多长时间吧 你也没见过她啊 明白了 明白了就好 你好好回去 你别跟东阳闹 你好好过日子 做你的阔太太 少奶奶 班长 邱东阳要跟我离婚 什么 邱东阳要跟我离婚 自从叶丹宁走了之后 她跟我闹了好几次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这哪是不辞而别呀 叶丹宁这根本就是要逼宫 不会吧 我觉得是你想多了 东阳对你那可是一心一意啊 就咱们上学那会儿 叶丹宁对她多好啊 可是她对叶丹宁呢 还是保持纯洁的友谊关系啊 那是过去 现在可不一定了 不是 我觉得这个事啊 还是得你要有自信 这婚外勤这种东西啊 犯罪成本太高 我觉得东阳应该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但她现在都不计成本了 你先忙吧 林飞 你回去千万别打架啊 你别跟东阳说你欠过我 知道了 进展怎么样了 没有 上次你在咖啡馆跟别人动了手 现在对方根本不接受条件 黄总那边是不是能有些办法 邱总赢了 你怎么来了 陈律师 麻烦您先出去一下 我有事跟邱总说 好 什么事啊 找着叶丹宁了吗 看你这样子也是没找着啊 看你这样子也是没找着啊 老班长为了你俩都快操碎了心了 他就插在咱们同学群里人肉搜索了 这叶丹宁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呢 邱总盈 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不好意思说是吧 我还听你说 你喝多了回家耍酒疯 根本就不是因为工作压力大 房子也只是借口 什么叶丹宁不辞而别 这都是幌子 根本就是想转移了财产和叶丹宁 援走高飞 你说是不是 你回答我 只要你说是我绝不交缠你 是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好 请问您是五菱妃吗 姑娘 姑娘 请问您是五菱妃吗 到你了 进去吧 妈 我刚见过莫莉了 我们做好准备应塑吧 我刚见过莫莉了 没事 听妈的 冰来酱挡水来吐烟 我刚刚给五菱妃打电话 她说她过来 她没来吗 她 她来了 又走了 你们又吵架了吧 你这样可不行 就是天大的事情 你要学会控制情绪 当年你爸爸生意亏本 还背着银行的贷款 都没跟我乱发过脾气 你要是真把五菱妃气走了 你可别在我这儿哭啊 妈 菱妃她怀孕了 真的 那你还气她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我要跟她离婚 你说什么 妈 我要跟她离婚 公司已经成真眼了 我不能再拖累她呀 你都已经跟五菱妃说了 我 我就说我要跟她离婚 别的我什么都没说 那孩子呢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呀 妈 你 你去哪儿了 你去哪儿了 我问你去哪儿了 你 你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东阳要跟你离婚 是怕拖累你 是 都是我的错 是我瞎了眼 我一定要让严谈宁进公司 现在她跟莫莉 还有元老合计婚了 他们三个人做了份假合同 陷害东阳 可你们脑子却想的是 东阳背叛你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对呀 宝宝们 今天我是素颜 天天做面膜 皮肤当然好啦 所以你们要多多支持 我的面膜事业 肉肉的胖爷你又来了 对 我已经买完菜了 女神也是要买菜做饭的 今天我要给你们直播做泡妇 谁呀 谁谁谁 喂 姚老师 是不是丁丁又没完成作业啊 什么 有人说 孩子是天使 因为孩子的降临 是爱情的结界 是血脉的延续 是父母的希望 有人说 孩子是魔鬼 他们的降临会带走父母的青春 自由 还有个人支撑的梦想 没有做父亲之前 我认同的是后者 但是等有一天 我成为了父亲 我才知道 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孩子 都是天使 来 我应该是 这什么名字 你为什么说 你为什么说 你怎么回事 我又是活在啊 丁丁什么情况 我也不清楚 老实说她在运动会上晕倒了 校长在里边呢 什么 出来了 您是丁丁抱抱吧 对 检查结果出来了 待会儿呢 您去的 请问 谁是伍丁的妈妈 我是 孩子醒了 找你呢 你赶紧过去 好 你先去 也不用太弹性了 医院也有误诊的时候 有时间啊 还是带孩子再检查检查 我们校伙也会激励骗鸟的 这样吧 我先给这个学校打个电话 武功 什么情况啊 行了 你不用说了 所以你脚直都想都知道 肯定是营养不良 你说说你 你火了以后 你也照顾照顾丁丁 你不能这样啊你 你说你 说够了没有 你什么态度啊你啊 怎么我待的时候 就没这些病 怎么经了你家静德病啊 检查结果给我看看 在水上 白雪病 白雪病 老宝 人生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 是你自己吃 还是我喂你 我自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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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您别生气 我这不是听您的话 好好在床上躺着呢吗 我不生气 我是伤心 你说 这东阳再不是东西 你也不能用他的错误 惩罚你自己啊 你进手术室的时候 你就不想想 你跟他怄气 那疼的 苦的 可是你自己 他不要这孩子 我要 他不养 妈养 妈养得起 妈 这事您别怪我 是东阳不让我告诉您的 他不让告 你就不告 你傻呀 妈 其实我和东阳 我们俩离了就离了 没事的 真的 我想了想 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我没法给您当儿媳妇了呢 我就给您当干闺女 这样一来 咱们之间 就再也没有婆媳矛盾了 二来呢 咱们也可以结成一个 公寿同盟 以后 您要是再给东阳 找新的媳妇的话 她要是对您好 那行 那我就把她当成我的好姐妹 她要是对您不好 那您指哪儿我打哪儿 我也见到岳小青 是怎么活生生 把我哥和江丽姐给拆散的了 我就照猫画虎 我也能学她个十有八九 好 反正 在找新儿媳妇这个问题上 我对您绝对是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你能不能别讲撑着了 不撑着怎么办 哭有用吗 没有 有用 妈这 这汤里头您搁痒了吗 怎么这么腻啊 你坐小月子呢 不能吃盐 那我能不能把帽子摘了 我太热了 满头是汗了已经 不行 导臭受风 妈 今天二十七度呢 就是三十度也不能摘 万一做下病 受苦的是你 快 把面吃了 吃完面就好好躺着 谁叫你你都不许出去 我哥 喂 哥 哥 什么什么 你慢点说我没听清 丁丁怎么了 哥 你别想那么多 没事 现在丁丁状态挺好的 胃口也好 看到别的小朋友想吃什么呢 他也想吃 就是他吃那些东西啊 都是热量高 也没有什么营养的东西 我不让他吃吧 他还不高兴 就去找咱爸 还有岳小青 那一个我说不了 一个我管了也不听 后来我就不管了 想吃就吃吧 你说我这个爸当的 真的挺不负责任的 孩子都上小学了 我才知道我当爹了 我见丁丁第一面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不是我儿子 我不是不相信岳小青 而是我 我不想承认这个事实 其实丁丁这孩子 特别听话 又乖 我写东西写累了 他就会端一杯水过来 我要心情不好了 他还会安慰我 说 爸爸 我陪你 爸爸 我爱你 我觉得我这个人 做人挺失败的 对咱爸咱妈 我没有尽到一个 做儿子的责任 对你 我也没有树立好一个 当哥的榜样 对姜黎就更不用说了 我觉得我这辈子 都会爱他一起 对丁丁 我觉得我也不是一个 称职的父亲 是 对 他们的责任 我太能够了 我太能够了 你 我太能够了 你